好为了拓展学生的实务经验 发挥学生的创意 欢迎施工所推动产官学合作 11月9号与慈济科技大学 以及绘制教育协会 共同签署产官学合作的被网络 那么市长魏嘉贤表示 施工所未来会将提供学生建构实务学习环境 以及展验舞台 同时也期许透过产官学的合作 为青年、施工所、企业、学校创造多盈的局面 培立青年点亮花莲产官学合作签约仪式 11月9号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举办 由市长魏嘉贤、慈济科技大学校长罗文睿 绘制教育协会理事长卓一歉等三方共同来签署 市长魏嘉贤表示 培育人才客不容缓 目前是由客行所和此科大来合作 施工所提供舞台 让学生尽情发挥 未来也希望花莲的高中职还有大专院校 能够一起加入 和施工所各科室都可以有紧密的合作 学校端的一个资源链接 我们进入这样子一个签约的方式 可以让学生了解到我们客家文化的重要性 也可以进而思考一下 要怎样来推展相关的客家文化 那么借助跟实际的合作 希望能够打开这样子的一个方面的一个领域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 也可以行销客家文化 这也是我们客委会长期以来在推动的一个部分 深耕基层 深耕学生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有机会的话 也能够产出不一样的新的亮点 成为我们东部地区非常重要的客家聚落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也开启我们各个科室 有不一样的一个合作方式跟范畴 未来可以朝每一个合作机制来走 也第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科室的资源 也可以增加孩子学习的一个领域 那可以让更多社会层面的资源可以发挥到最大 参与合作的池基科技大学和汇制教育协会 都很高兴有机会可以让学生参与工部门的产销策略 也拓展学生的学习触角 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这边文化会馆它希望把它活络起来 那我们学校的专业 刚好有个行销流通管理 所以在行销上面的话有他们的一个专业在 那也希望说也可以透过这一次的签约的话 也施工所这边也可以提供一些实习的产业 让我们学生有些实作的一个机会 所以也可以贴近产业 因为现在108课纲 然后其实我们也希望丰富 东部孩子的一个学习历程支援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 我们来拜访了施工所 那工所说很乐意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学生 那我们现在在服务的是高中 东部的高中职的老师跟学生 那所以希望说借由这次的拜访 然后我们希望了解说 工所有哪些的一个资源 然后可以场域可以让学生一起来学习 这项合作计划将由慈禁科技大学 协助整合学生资源 绘制教育协会和施工所共同来执行 并且透过施工所举办的客家活动 将学生与在地产业来连结 让学生的创意可以和实物接轨 同时也期许借由产观学合作 产生源源不绝的动力 让客家文化在兼顾传承和创新当中 能够擦出更多不一样的火花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